極左生亂 逃離加州 坑爹坑兒坑全家 影子猖獗使人愁 倫常全羞 大麻香飄滿樓 男女同策正當頭 超市東西隨便拿 敢跟我要錢 打破你頭 秩序亂 勢難收 美國文革熊啾啾 兒女舉報親爹媽 賀錦麗樂的眼淚花花流 狂笑不止 惡極生輩了都 快點該你了 喬拜登也發愁 保守勢力死對頭 總檢察長起訴我 專門較勁在德州 還他贏我輸 這個刺頭 中共禍50州 生死劫如何收 偉大國度自由夢 川普說從頭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 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開板上段子 補充昨兒翻車故事的細節 網友朱運河就說 因為罵知書草包 而跨市遭拘留那個女士 被下達拘留通知書的時候 要求聯繫律師 結果警察語重心長跟他說了一句 您港片看多了 嗨 晕菜 警察還掰開揉碎了 尊尊叫毀呢 在咱們黨國 聯繫律師這事純屬虛構 您甭當真事 甭叫毀了 毀的都廢了還毀呢 乾脆這麼跟他說得了 看港片有麻用啊 您倒沒事多看看新聞聯播呀 演多清楚啊 一犯了事 心想的是央視大褲子新聞聯播 電視認罪去 爭取的好態度 坦白從寬 無語 警察都這麼教育人民群眾 看來習主治國理政的新思想 對人民群眾覺悟的要求還是很高低 確實 一方面要求你們一定要相信 黨說從嚴治黨 依法治國 另一方面要求你們一定要看清形勢 面對現實 趕緊拋棄天真幻想和僥倖心心理 精神分裂治國 做好黨國好韭菜 腦筋騎腳彎 先得考及格 不及格呀 真容易給黨弄得那個精神病院去 行了 我也上一美國翻車段吧 拜登政府一上台就頒布了一道行政令 在100天之內禁止驅逐非法移民 對對對 在這之後 德州的總檢察長共和黨人 帕克斯頓進行了一個提告 86日這天 美國聯邦法院的蒂普頓 發布了臨時限制令 叫停了拜登的總統行政令 德州贏了 法官就說 拜登政府沒有為暫停驅逐令提供任何具體和合理的理由 而人德州總檢察長人理由很充分 充足 人說了 拜登這個行政令違反了國土安全部 和德州簽署的一項協議 什麼協議呢 根據這協議 如果國土安全部要修改移民的法令 必須得事先跟德州商量 磋商 而且要在改變法規之前的6個月 向德州發通知 老拜沒發通知 想直接玩計程事實 對不起 鐵板在此 您踢吧 德州的總檢察長還僅著鼓勵其他州呢 說希望這個國家能有很多 總檢察長都說 不 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在我們這個州 要串聯 這事兒真不是吹的 美國有很多組織 其中有一個就是 由西弗吉尼亞州 他總檢察長莫里希 他領銷領導總檢察長聯盟 有這聯盟 這聯盟星期三給拜登寫了一封信 來了個提前通牒 如果您簽署違法的法律 違憲的法律 我們有責任和義務 在法庭挑戰您 老拜上火疙疼的日子跟後邊等著呢 至少有三個州已經都宣布了 吊銷CNN的播出許可 理由是什麼呀 滿嘴謊言不值得一看 想起《紅樓夢》裡邊 劉姥姥進大觀園 跟王熙鳳說那段話來 受死駱駝比馬大 畢竟這是美國自由了二三百年了 獨立意志、自由精神、自由靈魂 全在呢 對了 前一任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不一天鬧完老四季歹非要彈劾川普嗎 對呀 由愛生恨 真控制不住的報復心理 您甭提那狗血劇 反正怎麼勸也聽不進去 結果目前的彈劾案已經轉到參議院 並且將在二月初的時候審理 是啊 不過我記者好像說已經有足夠的參議員都反對這項彈劾了 這場鬧劇算是提前宣告 慘淡結局 對 26號共和黨籍的參議員保羅發推說 45名參議員說這個虛假審訊違憲 這超過程序所需要的票數 這場所謂的審訊在參議院是死路一條 提前結束 您聽見沒有 折騰一六十三招 白忙活了一場 還真沒白忙活 獨立經濟學者賀江冰有個分析 他說呀 這個有意義 這過程 他說 彈劾川普這事兒最大的記憶意是什麼呢 為彈劾克林頓的拉鍵門 還有彈劾奧巴馬 掃除了法律上的障礙 啊 感覺罪翁之意不在川普 在那哥倆身上 老賀就接著說 參議員55比45 通過彈劾離任的川普這個事合法 也就是說適應於之前那兩位 美國是英美海洋法系 判立法開了個好先例 點3 完中了佩洛西佩老太太聲東激西這季了 這是要給拜大總統下套啊 什麼意思您這 沒看前兩天網上都傳那消息嗎 白宮網站上班 老拜剛走馬上任 椅子還沒坐熱呼呢 直接給送到前總統化名車裡 前總統 還帶照片呢 這幫人你說這居心也忒頗測 這邊管老拜叫前總統 那邊一門心思彈劾前總統 這還不算呢 俄勒岡州共和黨委員會 都通過決議案了 譴責10個支持彈劾川普總統的 共和黨眾議員 說他們背叛了共和黨 這留您不利呀老拜 這一上臺就急著大行急轉彎 把川普退出那堆協議 全部再重新倒車入庫回去 什麼世衛 巴黎氣候協定 伊朗核協議 這個大哥的 哎 就伊朗核協議這事上遇上麻煩了 怎麼了 以色列不幹了呀 以色列總參謀長科查維26號發言言講 鄭重警告了 說以色列已經修訂了伊朗的作戰計劃了 除了現有作戰計劃之外 另外準備了好幾套新的作戰計劃 好幾套 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伊朗近幾個月重啟核計劃的動作 完 這以色列先不願意了 必須不願意呀 柯查維大將軍說了 美國計劃重返伊朗核協議是錯誤的 直接批改作業了 以色列有點勇氣 動了敏感話題了呀 以色列的軍事首長直接怼美國的軍事政策不尋常 這跟四年前可是天上之別 當時2018年5月的時候 川普總統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 實行聯合全面行動方案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時樂的都蹦起來了 大表讚賞 這不白宮換掌櫃子了嗎 再說了內塔尼亞胡向老外表示祝賀那時候 也毫不落後 這也就勉強算一跟老外分的紅利吧 嗨這紅利分的挫火 老外這一攬左轉政策 遭遇了外交小型翻車事故 外交理論了 看來不拿出點大動作來 真鎮不住這幫人 大動作 外交不靈 咱轉內政啊 對不對 往這看啊 拜大總統震撼發聲 你們不是都嘲笑我承認拿中共病毒沒轍嗎 我現在正式宣布 我們要在今年夏天發放6億支疫苗 6億啊 夠多的 覆蓋所有300個美國人 可以鼓掌了 不您等會吧 不著急鼓掌啊 您先親兄弟名算帳把算上扒了清楚再說啊 什麼 您說這6億支疫苗供應300人 那按咱地球人這個處法算啊 每人得中200萬次疫苗 啊 您這是存心板人扎上沙的眼還是怎麼著 吹毛秋刺 吹毛秋刺啊 我多大歲數了 我冒著斷片和瞌睡的危險 我給你們講話 不光不點贊光點彩也就罷了 還水靈我 我承認我數學不好 數不清楚數 但是你們也別拿我這小失誤上綱上線啊 我光說給300人扎了嗎 我說的意思是 一波一波扎 300人一波300一波 走你下一個300啊 走你再來一波 回家犯癮了 再來扎了 全是一次性針頭啊 你跟這扎馬飛呢 弄300個大鴨排隊扎足品 抱歉抱歉 我把我兒子亨特那茬想起來了 可憐天下親爹心得理解 這網友不說嘛 習主席隔屏幕都得笑插氣了 新說了 我說的通商寬衣 撒個兒王 什麼精神細膩 你們就水靈我 怎麼樣 我比老拜給300人扎馬飛強多了吧 瞅這點出息 專門跟人家斷片的時候比 不過李政啊 我也是看糊子了 您說拜登老大老短片 他糊塗有情可原 那你說他手裡那幫幹事的 他怎麼也瞅著那麼奇葩 又怎麼了 拜登白宮那發言人 在推特上自我介紹是什麼呀 兩個五歲以下人類的媽 真有這事兒 我看網友桃花老主就說了 我本來以為他很幽默 後來想想呢 是板凳的政策 啊拜登 這類白左認為不能按生理器官幫小孩決定性別 那叫歧視 要成為human人類 所以不能成為兒子 女兒 那我先說說了 幹嘛不管自己叫人類的雙親 還叫媽呢 這不是明擺抽自己大嘴巴的嗎 喬拜登 新政 這叫新氣象 按網友表胡將的說法 拜登上來以後 美軍對軍人的儀容都有新規定了 新規 規定 允許留長髮 扎辮子 塗脂下油 戴耳環 得 砸牌軍時代開始 真讓你說著了 學者吳作萊轉了一帖子 帖主就說 我30歲的女兒在加州長大工作 我一直避免跟她談政治 剛才跟她也是不留神 偶爾提了我參加了國會遊行 她立馬就宣布跟我斷絕關係了 並且還要緊急舉報給FBI 說必須讓我坐牢去 這是親閨女嗎 是 這當媽還說呢 前兩天我看著那女孩舉報她媽 我還挺不敢相信 到我這頭上 我心碎了我 老吳就說呀 是什麼力量導致 毀氣人倫親情的事件發生 旁邊有人就點評 洗腦是一門高端藝術 美左甚安此道 民主終結 乃當然矣 李政說這事兒一點都不奇怪 有家媒體叫韋恩杜普瑞 轉推了一條消息 說什麼呢 聯邦調查局有超過20萬個來自朋友和家人的線索和電話 他們這些人舉報了參加國會山暴動的親人們 現在超過200人被逮捕 400個案件正在審理中呢 過多少萬都 對呀 要怎麼川普支持前白宮發言人Sara競選州長的時候 用了拯救美國這個新口號 拯救美國 讓美國再次偉大呀 先撂一邊吧 先得保證有美國再說 您說吧 眼瞅川普和拜登兩個不同的美國 吳作萊是徹底服了 還專門為這事兒寫的一首打油詩呢 怎麼說的 牆不建在國境線上 卻建在了議會與人民之間 非法與合法模糊了界線 有男人與女人這樣的字眼 鹿與馬為什麼弄得那麼清楚 革命總是在破壞人倫開始冒險 左口號你看到了進步 左極端就是萬丈深淵 行了 聽這個更簡烈 川普和拜登都用圍牆圍起他們關心的事兒 川普用圍牆保護美國和美國人 拜登用圍牆保護美國政府 誰才是真正為人民 對比跟那擺著呢 網友全都發現了 到拜登那白宮油管頻道溜的一圈 每個視頻點彩都是點贊的五倍以上 哇 這得多強大的心理素質才能接著往下過家 我看政經評論人秦鵬有個推文 眾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說了 在接下來的四年裡邊 美國人每天都必須根據一個簡單問題 來衡量拜登政府的政策建議 這什麼問題呢 什麼問題 這對美國人真有好處嗎 到目前為止個別還湊合 大多數都不行 大多數都沒好處 在接下來的四年裡邊 他說 這能不能還有四年不好說呢 就是啊 賀錦麗都不幹了 啊 你們也忒狠了 老拜那麼大歲數 不讓人家早點回家打科出去 老跟著坐硬木椅子 屁股能瘦得了嗎 得 這還挺有人文關懷精神 再說了 我還有那麼多社會主義藍圖沒實現呢 這老拜動作忒慢 什麼時候能全美向加州看齊呀 我暈 這小賀等不及了 要學習習總書記 推廣看齊的經驗 你甭說人家加州是真有經驗 沒瞅見那加州黑人哥們的日用品 都超市特供了嗎 甭嚇唬我們了 那這樣吧 我給大夥曬曬劉卓說 這個加州經驗的累累說果吧 時評人隔壁東線 在新社交平臺SafeTest 27號發了一長文 讓人感慨不已 咱就跟大夥分享一下這故事 保準您小心臟得承受極限施壓的考驗 不會吧 我先找那邊搶 不是搶 您上一邊找 戈壁東先生有個系列叫白頭鷹的哭記 第六篇 這題目有點長 正在進行中的真實事件 冒號 洛杉磯民宿業者被租客趕出無家可歸 什麼意思 開民宿的被租客趕出無家可歸 對 理解不了吧 慢慢理解 我先給大夥說說這故事 等會 他這心跳指數有沒有分級 你得為本寶寶的心臟負責呀 嗚啊 戈壁東就說 一個邪惡的意識形態 可以對社會產生多大破壞力呢 有朋友對我說 中共是惡靈 而美國極左是妖孽 我一直覺得 把極左跟中共相提並論不合適 畢竟人家在民主體制裏 但是 當今天我聽到這個真實故事 我信了 美國極左的邪惡 不輸中共 極左不輸中共 有點抽象聽 具體跟我們說說 他就說 今天我跟一個在經營民宿的朋友聊起來的經營狀況 他就說 甭提了 特慘 經營不下去又退不出來 我就問 客源不足啊 他說 不是 客源非常好 客源非常好 怎麼還經營慘呢 聽著呀 朋友說 關鍵安全沒保障 我們都買槍了 我在洛杉磯華人區開了三家民宿 到這七年了 我是眼瞅著洛杉磯一天比一天爛 從上到下全面腐爛 這這麼痛心疾首 是不是說這個男女同策那事呢 我看老伴的政令不都發了嗎 說什麼 在基於性別的歧視方面 責成政府重新定義所有有關政策和法規 以便納入性別認定 也就是說 女性專用的所有服務和便利設施 也必須允許自認為是女性的男性使用 說這事了 行了 甭嚇唬我們 人家民宿這老闆沒顧得上提這事 光說民宿的事 光說民宿事 戈壁東就說 我對他的話將信將疑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一個走極端亂說話的人 相反他話不多 所以他說嚴重絕非偶然 所以我就往下問 結果你猜怎麼著 原來他們有一個民宿經營者的圈子 互相認識 對裏邊有好多這樣的人 他就給我說了好多事 我總結成幾句話 不付租金 偷東西 破壞家具和破壞建築 襲擾其他的客人 還有擅自闖入住下 整個遭遇流氓大權 這體驗真夠豐富 戈壁東說 我想這些問題可能在公共行業裡邊 都會遇到 也不是什麼特殊問題 大不了就報警了 對呀 為什麼會覺得無法經營下去呢 不至於呀 結果答案來了 什麼呀 聽這句 發生事情以後 警察不管 沒處講理 因為加州立法呀 保護的就是這些壞蛋 加州立法保護壞蛋 不您等會我先掐指頭反應反應 我這到外星了我這是 沒有 您就在地球呢 葛先生說了 此刻我身邊就有一個剛剛被租客 趕出家門的民宿經營者 他真實的站在這 就在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 您沒聽錯 民宿業者被租客趕出門 無價可歸 不著調 房主被轟出來 租客當了房主 事實就是不著調 不信往下聽 這位民宿老闆就說 住進來的是一對來自波士頓的黑人兩口子 在租房網上訂了兩天房 入住第二天 他們就說要常住 從第三天開始簽約 一切似乎很正常 結果呀 好景不長 過了一個月 人家不付房租了 不交錢那您就走吧 不走 人家說了 加州法律規定了 我們住的時間但凡超過28天 無論什麼理由 房東不能往外趕 我們必須住這 而且您聽準了 現在我們不僅不付房租 您還得賠償我們損失費呢 這瘋了 理由是 您這有很多違法行為 比如說你們家游泳池不乾淨 您現在要賠償我們 大意了 游泳池不搭搭乾淨 這也不行啊 哪兒啊 業者說了 游泳池特乾淨 一直外包清理工 人專業的 乾得特別乾淨 結果呀 他剛說 不挺乾淨嗎 那黑人 甭一下 拿著一包大泥巴來 直接扔游泳池裡去了 幹完事兒立馬給打電話給衛生局 衛生局來了一通查 而且呢 做筆錄啊 記下來 游泳池者 這個業者呀 就已經有暗底了 他這看 這這這哪逃下來 這麼一無賴 老闆知道是遇著無賴的 不敢說收租了也 白住倆月 結果那兩位突然覺得不舒服了 怎麼這還住了一房東呢 啊 跟他一塊住推不方便 又開始談違法賠償這事兒 賠償金額您猜多少 多少錢 倒是不多 才500萬 直接開始說呀 是說 後來改罵了 一瞅老闆不搬家 最後直接動手往外轉 還動手 這都撞什麼都搬上了 隔壁公就說呀 老闆是為中國女士知道加州法律保護混蛋 但是呢 被打 不能不報警 都動手了呀 警察來了 那兩位啊 訴委屈 說房東如何如何欺負他們 警察表示十分同情 第一時間警告房東 按照加州法律 你們堅決不能趕人走 必須保證他們的廚房、廁所、洗衣、生活設施 齊權、使用 而且 做不到 你就違法了 這叫什麼呀 瞅見沒有 在加州只要那幫無家可歸的人看中您的房子 那您就等著 違法吧 嗯 戈壁公就說 那房租呢 不付房租光佔人私產這違法呀 對啊 答案是 加州法律不管房租的事兒 那麼房東權利呢 房東權利沒血 最後啊 中國房東在警察的危言之下下呆了 什麼呀 呆著了 警察一走 他還沒反過來呢 那兩位新房主突然大發雷霆 開始追打這位女房東 明白了 這是上個輩子欠他們倆的 這只能這麼解釋 要不這麼想容易能給氣死 戈壁公就說 我問了兩遍是追打嗎 他說是 那後來呢 那後來我就逃出來了 一件東西都沒帶出來 連醫生都沒帶出來 我現在特後悔 為什麼不在他們打的時候 再打個電話找警察 那有可能是另一波警察 說不定能幫我 這麼大教訓都沒好使 這還心存幻想呢 隔壁東也說呀 說我瞅著他說 他們會幫你 您現在還心存 幻想還相信呢 那可不嗎 那朋友就說 後來啊 他們把門鎖換了 我進不去了 我打電話再報警 在警察監護之下 我拿回了一半生活用品 家是回不去了 成了那兩位黑人朋友的家了 挺好 讓人家連罵帶打 最後還把房子收回去了 完美 還完美 朋友後邊還來一句呢 他今天又來電話了 說 讓我賠償的價格 已經從500萬降了 降到50萬了 唷 堅決不能同意呀 必須給他500萬 差一分都不行 哥壁東就說 多久了 倆多月了 那起訴他們吧 人律師說了 法院不能幫 不能幫你 州法就是保護人家的 現在 哥壁東就問 那怎麼辦呢 不知道 哥壁東最後就說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通話 哎呦 這位也是被管倒霉事兒的神給點中了 要換別人還真不一定這樣 你說早了 說早了 哥壁東說了 我問另外一個民宿業者 說 這也太荒唐了 怎麼可能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發生這種事呢 結果那人怎麼說呀 怎麼不可能啊 天天發生 誰誰誰家前兩天 發現有陌生人搬進住 都沒鎮一聲 拿著槍就過去趕人去了 結果發現呀 是一對母女 還動不了粗 報警呢 警察還不受理 到現在還住著呢 沒活路流 只能學馬斯克從加州班德州跑路流 那朋友還說呢 我跟你說過的 方塔納那個地方 準備租的房子 一直我就沒拿到手 為什麼呀 因為房東也遇到這種侮賴了 進去就不走 一樣沒辦法 千言萬語 會成仨字 沒辦法 戈壁東就要就說 在極左勢力控制下的美國 充斥著荒唐的法律 我有很多耳聞 但是我當面聽著這種事還第一回 真是 我懶得去查 加州到底有多少 以進步的名義出台的邪惡法案 我就看這些無法相信 但真實發生的事 就知道 什麼是今日美國 什麼是明日美國 哎呦真有差 說什麼呢 憲法 民法 產權法 私權法 立法執法 正義公正 這些詞 在今日加州 今日美國 顯得那麼蒼白 那麼不合時宜 真是 合時宜的是什麼呀 共產主義 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 造反有理 什麼法治社會 早沒了 我怎麼感覺 英特納雄奈爾一定要實現那句話 他已經實現了呀 戈壁東最後也說 突然想起了西雅圖的正在立法保護的合法搶劫 突然想起了美國到處可見的零原垢合法搶劫 突然想起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美國大廈 用木板封起來的櫥窗和大門 這還是美國嗎 甭問了 這就是美國 是喬拜登治國理政思想下的美國 我看大陸獨立經濟學者賀江冰 轉發了一個網友浩哥發的小視頻 說 加州搶劫950美元以下不犯法 賀錦麗留下的政治遺產 拜登說 美國要加州換 咱瞅視頻裡邊 超市裡邊黑人哥們 好像不光是哥們 還有黑人姐們也是 都拎著拉杆槍來的 接著還跨著背包 上來就拿呀 需要什麼拿什麼 疼疼正正的拿 大拔大拔的出門 愣是沒人敢玩 你猜我想起什麼來吧 我想起蔣公 蔣介石早年說過那段話 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 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 不受到18層地獄的痛苦 不會覺醒的 這句話現在看來 堪稱中美兩國人民命運的準確預言 真是準確預言 27號瑞安弗尼爾在推特上發了一個消息 說 後悔把票投給拜登 這句話已經上了谷歌熱搜了 啊 後悔把票投給拜登這句話 對就是關鍵字 自媒體人增爭的28號去查了一下 還真是 搜啊 就這個後悔把票投給拜登這幾個關鍵字 27號那天大火了一半 英文的 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後悔要 但是對於美國和這個世界來說呀 很多人都在後悔當中 當然了 說這麼多呢 咱也別失去信心 自由靈魂還在 希望還在 所以傳播真相 退出中共 您能做很多事 是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北京茶館 下回節目 再見 再見